今年過年分散人潮有心燒 要領登機鎮在松山機場 最後才會回到桃園機場來掛行 原因就是經常有旅客 卡在這個動線上 結果擠爆機場大廳 分散後繼人潮 就從機場大廳開始著手 今年過年初六到初八 天天出入境將達14萬人 創淘機紀錄 考驗淘機事前規劃能力 團客排隊進出進門 掛行裡報到再淘機 令登機鎮事前在松山機場 避免團客經常卡住 淘機大廳動線 阿姨這些的就聲音很大 然後旁邊又穿過去 不然就從前面等一個 後面就從那個欄杆那裡 直接就插進去了 出境接風時段 每小時達6000人次 架派人手抱圈航空地勤全投入 出動拉紅龍柱管控排隊動線 有六兩南京東路 上晚班機 大概到這邊11點多 排了差不多四五十分鐘 桃園機場排班計程車數量嚴重不足 曾讓大批旅客等不到計程車 趕在過年前抽籤增加200台 小方計程車 加上原有數量 一共有700台幫忙旅客輸運 應付過年期間淘機旅客爆量 桃園機場如臨大敵 就怕又被罵翻了 記得流浪和Joy的SNN小組桃園報導